是我欸 我好可愛喔 我好可愛 這樣我怎麼忍心 我怎麼忍心打你啊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 還沒三歲就想吹魔法是我 踏上了旅途 我們上一次呢 邁入了這個暮光身影的世界喔 我們已經解決了幾隻怪物呢 我們解決到了 三隻吧 三隻到牛頭人的樣子 這邊有各BOSS的紀念品 它的戰利品就變成一個頭在你的包包裡面轉 那這個牛只算是小BOSS吧 因為它是白色的 這比較大BOSS的是金色的 那下一隻BOSS呢是九頭蛇 其實就在牛頭人的周圍的附近 其實這邊有啦 我們既然九頭蛇 牛頭人在一開始的地方都有 我們既然忘記那個圖是長什麼樣子的 九頭蛇在這裡 打完牛頭人之後才可以進入的地方 我現在我把火焰法術也學一下 這下面我把火焰法術學一下囉 我這邊幫我偷射個火球 火球術無效耶 這應該噴火所以抗火 火焰護體隕石術 砸了 扣了4滴血 是不太怕火焰 噴火 噴火太遠了 OK我們下去找它好了 我來囉冰凍光束 含冰巨人 在哪邊 噢在這邊 這也是新的 冰尖 噢湊太大了耶 這要先打頭吧 噢冰起來了冰起來了 噢他在噴火 噴火現在有抗火術應該就不怕了吧 我先把火 抗火術準備一個 往那邊冰巨人可以嗎 打得動嗎 大火球術 抗火 木體 應該不怕火了吧 隕石 好招太招 那最強的黑洞樹 嘿 噢噢他被吸住了 我這邊要打的話 傷害在頭部喔 所以要打在上面 雷爆 噢噢 開電了 還是連鎖閃電這樣 遠遠的直接電比較方便 好不怕火不怕火 這個燙火說我隨時補一下喔 欸 這邊不怕火不就無敵了嗎 他除了火就好像沒什麼招式 欸 那 冰的 冰的 我這邊有學到一個 強力冰冬樹 冰的了嗎 喔旁邊全部都 雪 冰起來 九頭蛇 冰起來 冰起來嗎 啊在冷卻中 冰強樹 哇 整個冰住了 哇賽 頭都斷了 冰到頭都分開了 哇 這個有辦法打嗎 這個已經變 已經變成這樣了 我們用火焰樹把它 呃 隕石樹融化吧 欸 砸不到 喔喔有了有了 融化融化 哈哈 融化了 哇好笑喔 這個直接把它冰起來欸 那那個強力凍結呢 燒起來不怕 強力凍結 冰不太到欸 是要進去的 啊那是進範圍的 冰包蛋砸它 完全不怕 不過我們冰好像沒有比較適合的好攻擊方式 只有冰爆蛋 然後這個冰中光線的一發咻一下就沒了 那其他都是困的 呃 那叫什麼 這個控場的這些冰起來的 這邊黑洞樹 放上面一點應該吸的到吧 欸吸不到欸 這樣吸不到 太遠了太遠哦哦吸到了 不過它的實體好像吸到它 吸到它 下面的部分 喔火焰彈 喔修卡 等一下喔 看火速要加一下了 OKOK 好啦它整個飛起來了 不要再噴火了 冰起來 冰起來 好那看來我們這邊最快的話 還是用 閃電樹一起墊吧 還有什麼正波速的效果 等它下來好了 等它下來然後把它 正飛 飛起來吧 九頭蛇 喔但是沒什麼傷害 沒什麼傷害 沒什麼傷害 好勒 那就把它墊一墊吧 墊墊墊墊墊墊 解決你 我這樣連鎖閃電它 就是 九顆頭 一起墊 這樣傷害就很高 爆爆爆爆爆爆 九頭蛇殺手搞定 輕鬆搞定啦 有抗火速基本上就不怕它的火焰了 那這邊它掉的是 赤勒之血 有了這個血之後呢 它可以做一些裝備 然後還有一些火焰劍 那我們這邊也不需要 然後它這個九頭蛇肉排超級飽 吃一個飽到爆炸 好應該應該叫龍出來跟它打的欸 九頭蛇跟我的龍 五龍到底誰比較強 蛇對龍的戰鬥 好像很酷 那再來我們下一個呢 要去找哥布林騎士 我過天快黑了 我們先 加速一下變白天 白天 亮起來了嗎 怎麼亮不太起來 因為它亮起來的 時間 那麼短 有在亮嗎 還是這裡比較黑 外面看起來很亮啊 走走走 我們往這邊飛 這邊亮度也比較高 那上面在於 最上面 哥布林騎士 那它周圍上面守護著一個幽靈喔 喔 來了來了 這個地方呢 很多樹 都是樹 欸 那這個 是不是要下去 這好像往下走欸 它的那個地方應該在下面 這也會是路口嗎 欸 森林龍蛋 找到龍蛋了 這裡也有龍蛋 那這看起來要在森林裡面 深層才會有森林龍 我們先帶著吧 不然我們之後 有時候就是 環境一個變化它就變了 一個大變化 我這邊如果把它全部燒起來 是不是會大爆炸 我們先把它們 砍掉 欸 剩這個嗎 這邊有一個地牢欸 應該剩這個吧 看一下 喔喔喔被保護住了 喔喔喔喔 哥布林 這也是被保護的地牢 它的路口在哪邊 路口好像整個被埋住了 一大片 被保護了 我們要找個 正確的路口 欸 這邊可以挖欸 這邊挖開了 咚咚咚咚 喔喔喔喔 下面 欸 可是這個挖開我們就可以下去了 OK 下來了欸 它有的地方沒有保護住欸 進來了 我們闖入了 哥布林的地方 哥布林的地方 好大喔 怎麼都沒人 哈囉 有人在嗎 好暗 裡面完全沒有光欸 什麼人都沒有 但是也是蠻大的一個迷宮區 我要再往下 應該是要樓下 那登場的路應該是 這裡吧 路口 這就是一個往下樓梯欸 喔 哥布林出現了 哥布林騎士 下半身 前面還有保護欸 欸 怎麼打不動 欸 是因為我直接闖進來所以 欸 是因為我直接闖進來嗎 打不動欸 打不動 冰牆冰牆 冰起來冰起來 欸 欸 這什麼 奇怪東西 欸 我 闖進來了 這樣我是不是打不動 硬闖進來不行嗎 它好像有 入口處有一個機關要開啟 就直接闖進來 那這我可以 挖 挖不掉欸 挖挖挖挖 那我要找到它 喔 正確的入口才行 啊連這個也打不死了 那個哥布林應該也打不死 OK 好吧 我們得先上去找找入口 應該是這邊 這是地上的入口啊 這邊啊 把個保護罩 這邊有一個 計台 戰利品之後 我們放一個戰利品 隨便一個戰利品都可以 然後就可以開啟了 這樣就是正常開啟 不然裡面 連它的基座都可以打掉 戰利品 我這其實拿去做裝飾蠻好看的 也可以放各種的戰利品 好 那我們這邊 先準備下去攻略一下 那這裡面它就是完全都暗的 真的是 真的是 很難看 這要有夜市藥水 我們只能用造明書一直造 那 這邊大迷宮 剛剛逛了一下 要找到BOSS的房間 這也是大迷宮區耶 也是很難找 那這邊不知道有沒有那個 迷宮地圖可以看 好 這邊 看一下 欸 這裡還有黑曜石 擋住耶 這個 呃 有一個 喔 墓穴 幻影騎士 墓穴 地門 地門 機關 欸 哈嘞 欸 你就是 幻影騎士 嗯 他是BOSS嗎 高塔中的 我們可以去高塔 欸 你就是BOSS嗎 嗯 是嗎 沒有得到他的什麼戰利品啊 喔在這裡耶 蛤 你們就是幻影騎士 我還沒跟腦鬼之類的有點像 騎士拘禁 換你頭盔 哇 對護甲有額外的傷害 好 這個都是 騎士裝 喔 但我們現在沒有用 也不知道 你們一進來馬上就遇到BOSS房了 我們這樣就不用逛了 馬上 轉角進來就有了 GoGoGo 喔 剛剛就這邊上去嘛 就就 欸可是他那個出口 是要自己 點一個方塊上去 出口有點高 啊 會不會進來然後我出不去 喔有解決了 他走上半身 啊這個下半身 喔 那他們是上半身跟下半身喔 OKOK 怎麼用 冰凍光線 欸啊我怎麼下來的 我想一下 我剛剛應該是 從某個上面 啊這邊 哇 那正常我們來說就要電方塊電上去了 走 這裡太暗了 我們剛剛離開這個 黑漆漆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剛剛遇到哥布林 他手上掉的是這個 探險者的筆記喔 這邊說這邊非常的暗 有一個保護性的咒語 會讓人家失明 然後裡面這麼暗 然後呢 找到一個廢墟 是騎士的廢墟喔 這邊就是對於 這個地方的一些簡單說明 那發一個獎盃 證明力量就可以開啟了 殺他之後呢 就可以削弱這邊的詛咒 好 詛咒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去下一個地方 那下一個地方就在附近 就在他上面 被他守護著這座高塔 喔好大 幽靈之高塔 喔但我們 要不要直接飛上去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底部 正確的路口 這邊也是旁邊都是樹葉 正常的路口 往下走 哇好大 這裡吧 重現方塊 這裡要怎麼開 喔 開門了 很酷 這原本是進不去的 然後 我可以開啟 然後 這出得去嗎 還可以還可以 有點開關的感覺 那這邊就出來了 這邊就是進去的路 那我們 直接上吧 直接上吧 不然這邊好像要爬樓梯 這邊爬到最上層 直接飛吧 這邊真的非常的高 光看這個高度呢 現在不知道跑到 兩三百以上吧 最高層 最中心點 那邊可以看到一個BOSS區域 我們現在旁邊 休息一下看一下 那邊 上面就是我們的頂上決戰了 哇 好高喔 下面這個塔超壯觀 來囉頂上決戰 飛行對飛行 正確來說應該從這個路口吧 是不是 我們照著路口走 幽靈陷阱 這邊 來了BOSS法 哦 嘿 電泥 要來提升個力量 提升個什麼 看來看不到 雷爆速 轉變不到 電 電擊 飛太遠了 火球 我這裡有火球也是可以打出去的 火球 嘔嘔嘔購 宵 炭火數 隕石 我也會隕石 好像張不到它 隕石呢太遠了 它飛太高了 喔喔喔喔 碰到他會燙耶 喔喔 吸吸吸吸 When Inner 兇 哦 下雨了 然後突然下雨了 我剛怎麼撞到他就會受傷 我他一直在下眼淚他在流淚了 我把它吸起來 哎 我飛不上去 喂把你吸起來 吸得住他嗎哎沒有傷害 沒有傷害 噴火樹 好嘞 抵抗噴火樹 哎我撞到他 痛痛痛痛 抵抗噴火樹 所以他也是不怕火的 閃電劍 閃電劍 就繼續就零發零發 哦不過這個很耐打哎 這家伙怎麼那麼耐打 電氣斬 哦痛痛痛痛痛 是他的眼淚嗎那個眼淚很痛 哎 各種狀態加一加 那這個黑洞對他來說無效 這波 無效無效 然後 羽球 我現在好像沒有比較好的攻擊方式 忍動光速 啊哦 對對對 這個正常來說應該是用弓箭對戰 這個吃不到 看不然把他冰起來 強力凍結 強力凍結 無效嗎 哦好像凍住了嗎 好像不太會動 不過我們要離他遠一點去 忍動光線 還好耶 現在有點打不動他 等等哦 我們還是只能 用最基礎的這個嗎 最基礎的 墊墊墊 哎我是飛太高了 墊墊墊 我今天就需要一隻龍 啊 我們叫龍出來咬他 龍會飛吧 我的龍 出來吧 出來吧我的古龍王 咬他 他會咬他嗎 打他 哎龍 我的龍 我的龍 會飛嗎 哎 都 還是我要叫終界龍出來 叫終界龍出海了 因為他不會噴火 我們的古龍不會噴火 我們叫終界龍出來 終界龍 OK 終界龍 直接噴他 哦有效耶 哦他其實很大隻耶 噴他滿臉哦哦好強好強哦 終界龍好強啊 直接噴死了瞬間傷害超高的 哇哦 空間龍好強 嘿咻 寶箱在這裡 哇哦 搞定 結果終界龍 這也是魔法的力量 更加厲害 這邊的戰利品得到了 然後有他的結晶哦 還有他的自熱之類哦 因為他的眼淚是熱的 那在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找冰雪 這要先找雪怪 我們去雪地的地方了 這邊直接騎龍飛吧 現在下雨整個視野好差哦 霧茫茫的一片 這邊我要飛過兩三個地方 這邊還是那個黑暗森林 這裡真是有夠暗 哦這邊開始下雪了 這邊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那這裡 據說會有雪怪 我們現在時間 先讓它變白天 暗光森林的 暗光森林是不是無效啊 沒辦法加速變白天 還是這裡就這麼暗 好啦那這邊冰天雪地 所以我們要去找雪怪的山洞吧 應該住在山洞區 這附...哦這個嗎 這一個那麼大的地方 洞...哦有有有有在這邊哦 我們來照亮一下 B面 咦是這個洞嗎 不是耶 咦是嗎啊是耶 哦在那邊雪怪耶 很像那個多魔獸 就是嘴巴 很大大的 憨憨的 這邊火系就有效了吧 鳳凰出來 大火球樹 哦 這個雪其實也不多耶 大火球樹 哦 出來哦 看火 看火樹 陨石 進去...哦這邊其實超多多魔菌的 陨石 陨石距離好近 咦 砸不到嗎是因為 上面有天花板嗎 我現在都用電的 手上砸不到它 陨石樹施放不出來 感覺但是上面有東西耶 我們直接燒它 用燒的應該就...哦大隻大隻 嗚嗚嗚大隻的等等 大隻的看不清楚 來來來 鳳凰 大火球 哦 大火球山好像還好耶 我一看起陨石樹 我一看都用電的 噴火 直接噴直接噴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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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傷害大概10滴左右 沒有很強 噓噓噓噓噓 那這個萬能的黑洞樹怎麼樣呢 哦 痛痛痛痛痛 我們的 哦有效有效 OK 搞定 這個黑洞樹控場加傷害很強 那邊一直有雪在那邊噴 搞定了 得到它的毛皮了 有它毛皮呢 我們就可以去更寒冷的 冰雪宮殿 那一飛出來旁邊這邊呢 就一大座的冰牆冰山哦 這邊直接上來 啊這邊會有很多企鵝 嗨企鵝 請你吃冰塊 那邊拿到的這個 冰的招式哦 丟冰塊 對這氣侬要來刷它們 噢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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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很冰欸 氣侖 氣侖怎麼還怕冰 氣侖的頭 結凍了 好可愛喔 他還怕人 啊這就是入口的一個 極光的冰宮 顏色漸層的亮色 那這邊應該也 可以從上面進去吧 看一下喔 裡面 裡面是這種 不同的色彩 GOGO 直接去找皇后了 冰雪皇后立體堆 我們準備好噴塌滿臉火焰了 呃入口 這個好像找一般入口 欸好像沒辦法往外衝欸 因為入口好像 都在裡面 這邊試著往下挖 欸好像挖的洞欸 挖的洞欸 挖的洞 這樣我們用那個 念力 我的念力還在嗎 喔我好像換掉了 這邊把加強念力把它徐回來 這個應該直接可以讓這方塊飛起來 然後就直接穿進去吧 加強念力 抓到企鵝 啊我的我的魔法的啊 我的魔法台 掉下去 可以欸 直接把它扳開 讓它們掉下去掉下去 扳開扳開 喔這有多厚啊 扳扳扳扳扳扳 OKOKOK 喔整個陷落有沒有 哇 先去我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這邊是有寶箱的 嗨 喔這邊餅乾 然後有冰箭喔 既然還有冰宮之力的 那boss房在哪一間呢 稍微找一下 這邊都是寶箱欸 這個下面我記得 會有很多怪台對 喔寶箱好多個喔 喔各種冰塊 好像沒什麼特別好東西 喔找到了應該是這一間 我們把門口開個洞 應該是這一間 裡面有一個生怪磚 好的 不過木馬森林為什麼都這麼暗啊 這邊還要自己照亮一下 點亮點亮 好的來吧 喂 準備 GOGO 冰雪女王 艾莉莎艾莎 對艾莎 隕石樹的用不出來 隕石樹砸不到 這也是有屋頂的 噴火 可以把它冰融化嗎 鳳凰 鳳凰GOGO 大火球樹 欸無效欸 怎麼穿過去了 我的 隕石樹 有點爛 噴火樹呢 這些都是大師法樹欸 這個噴火樹也是大師法樹 有點燒不帶到 燒不到 我鳳凰一直在對它噴火 可是燒不到它欸 喔這個電 感覺還是 喔電到了電到了 好像要打它上面喔 這要噴的話要從上面噴 有嗎 欸噴不到欸 覺得好像噴不到它 這應該會貫穿才對啊 噴火還不錯 可以吸引它的注意力 那這邊雪塊一直噴 它就是一直在 冰人家啊 會砸下來 先把它吸起來 吸得動嗎 它跑掉了 吸不動它 哎呦我光要沒了 我的光我的光 開燈開燈 我的 欸它吸到了吸到了吸到了 之後還是被吸回去了 有點範圍沒有太遠 搞定了 這個是 晴朗天空終極對決 喔它的頭 就變成戰利品掉了出來 這樣子我們就打敗了7隻的boss了 接下來下一個是 地圖左下角有一個像城堡的地方 應該是要去那邊了 那邊有一個 巨人 我記得是魔鬥與巨人 有那個天上 非常高的一個地方 會有巨人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飛上去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 得到那個魔鬥 然後 長出一個大藤脈 我們就可以走上去了 那現在 我們會飛的話 直接go吧 我覺得在這世界有這個跳一祝福書很棒耶 有這個視野 就是 喔到了到了到了 有那個夜視效果 應該準備另外一本 另外一把的這個 秘術法杖 然後全部都是 祝福 跳一祝福 這樣就無限的這個夜視 還有加強了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直接上雲端 直上雲端吧 go go 來看一下天上的 有有屋子 這裡喔 大boss喔 有巨人 是我 怎麼是我 礦工巨人 鳳凰 go go 是我耶 我好可愛喔 哇 大火球 我好可愛 這樣我怎麼忍心 我的鳳凰在噴他了 我怎麼忍心打你啊 他走好慢喔 他走超慢 慢成這樣隕石樹 隕石 而已 喔喔喔喔喔喔 隕石樹原來是要點地上喔 想說 點人都點不到 好大大稿子 隕石樹 哇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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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還會震撼 啊這才是隕石樹 正確用法 然後直接都砸不到 不過它從天上欸 這樣我們在屋子裡面是不是 會砸不到裡面 那有這個大稿子 巨人之稿 我們可以破壞巨型的方塊了 喔!裡面怎麼還有一隻 裝甲巨人,嚇我一跳 我自己沒有跑出一隻了 雲絲樹 欸,砸到,砸到樹了,對啊,會砸不到 噴泥 鳳凰GOGO 好 我來試一下這個強力解凍樹 到底該怎麼用 強力強力 凍結吧 あれ? 凍結到不見了 是你嗎? 嗯? 嗯? 這一塊嗎? 你怎麼凍結到消失 一個凍結就消失了,你是哪一個 這個嗎?欸 這是雲啊 欸怎麼,欸在那邊 欸? 它凍到 哇它冰凍了欸,可是它 壞掉了 它消失了 我把它融化 欸融化不了 我覺得它位置應該不在那裡才對啊 位置不見了 可以把它解凍嗎? 解不動它 這邊我們可以用黑洞樹把它吸住這樣隕石樹 組合技 喔,砸不到欸 那個地方點不到,喔喔 復活了 復活了 解凍了 那個強力凍結束感覺 會就是 把那個周圍噴一個冰,然後把它躺開的感覺 喔喔喔喔喔 我那強力火球樹有點把它推開,有這個超強力的擊退效果 怎麼害致? 到底有幾隻? 還是裡面源源不絕? 我把它推下山好了 推下這個雲好了 源源不絕 再來一發 好不然我們這個冷卻時間好,好久 先把它 吸起來 吸起來吸起來 無空的巨人 那我們直接進去看一下好了 裡面 到底有幾個巨人 欸沒有欸就這樣 欸這個空間那麼小怎麼跑出個兩隻的 就這樣 它這個,喔 它其實是由 小方塊一直疊加起來的 姐姐把他打死掉了 OK 這邊就是巨人 巨人巨箭 那我們要的主要是稿子喔 現在這個我們拿的話會 這樣 喔喔喔 會這樣 超大一把 加上剛剛的稿子的話呢變這樣 看不到 變這樣 哈哈 走不起來超好笑的 嗚喔 怎麼還有哥布林 喔 欸為什麼 為什麼受傷了 哪裡 怎麼受傷的 啊咧 我是被什麼攻擊 哥布林嗎 啊咧 欸什麼意思 太冰 欸 為什麼一直受傷 啊咧啊咧啊咧 啊咧 啊 是這個太重嗎 啊 拿的太重還會受傷是不是 太重負荷不了 我拿不動 很重很重很痛 手很痛我就受傷了 好的 那我們的身後呢就是 最後的大城堡了 在我以前玩的時候 這個地方其實還沒有做好耶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出現最後的真正的大Boss呢 應該是最後完結的一個部分 一個大城堡 那這個我們就下一次再繼續囉 下一次再繼續囉 這邊有很多的荊棘 唉唷 會受傷 怎麼還會受傷 靠近就會受傷嗎 我們離遠一點 啊 這邊好像靠近會被這個刺給刺到 那我們會想辦法把它燒掉 這個我們下一次再找一個 可以燒掉它的東西 唉話說我火焰不能直接燒嗎 我直接噴你火 這個火焰好像要特殊的神聖的火焰 這個自己的魔法燒不掉燒不掉 好的那我們這一集呢 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呢 千萬別忘了按下一個喜歡喔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 掰掰